在探索地外星球的路上,科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前进。 近期,科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可能成为地球二号的星球,奥里里亚。 通过模拟实验,科学家发现奥里里亚是一颗较为特殊的星球。 它在诸多方面与地球相似,但与地球最大的区别便是,地球有昼夜交替,四季更起,而奥里里亚上没有昼夜与四季之分。 它一面,永远是像羊面,而另一面则永远是北洋面。 简单来说,奥里里亚一面,是日不落王国,而另一面则是冰雪之城。 由于接收的热量不同,星球不同面的自然景观,自然现象等也不太相同。 像羊面,或有广阔的江湖、河流,或有云朵、闪电与雷鸣。 而北洋边却只有雪山、山、冰湖等,风暴、雷电等自然天气,并不常光影这片区域。 对于奥里里亚,科学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有科学家认为,如此环境与月球环境有些许相似。 月球是一面,永远对着地球,奥里里亚则是一面永远对着太阳,不若奥里里亚上存在生命。 那么月球上也应存在生命。 但经过多年探索,人类至今也没有发现月球上存在生命。 由此,可推断,奥里里亚上很大可能也是不存在生命的。 但也有科学家认为,正如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看似不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或者月月有生命。 毕竟奥里里亚向阳面低环境并不恶劣,具备诞生生命的条件。 若星球上或者月月有生命,那么未来改造其成为地球二号的难度便会低很多。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看法,根据奥里里亚的环境。 科学家通过电子计算机模拟了奥里里亚上可能存在的生物的基础特征。 科学家认为,它们一定有着巨大的与植物刺激善类似的动物刺激善,用一对周围几乎不变的环境。 此外,它们还拥有如常颈鹿巴强大的胃,疑似消化肉食类动物。 那么奥里里亚上是否真的存在着任生物呢? 还需进一步探索才可知。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